一、在宣武门外西砖儿胡同,与蔡氏口刑场,只有几不知遥的地方,有一座法园寺,百年前,日本学者镜头下的法门寺,坛上植丁香,花式阵望。 二、历史上,法园寺总是和偷师密藏,无头师超度有扯不清的关系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因为他离蔡氏口距离太近,在六百年前的北京,蔡氏口是著名的刑场,只是那时叫做柴氏口。 三、其中最著名的几个故事之一,就是袁崇煥被杀于蔡氏口,义是偷师逆藏于法园寺,剑桥中国明代史这样写道,他崇真相信了谣言,于1630年9月22日在北京杀了他最有才能的将领袁崇煥。 袁崇煥是被灵池处死的,当时尸体全身赤裸,被刀割得体无完肤,四肢也都断了。 四、另一位与法园寺无头师超度相关的历史名人,即武序六君子谭四同,当年谭四同等人在蔡氏口被斩首时,前清杀官员的刀,和杀平民的刀不同,官越大刀越盾,那天用的刀大将军,一刀飞去,鲜血鼓鼓然冒出, 脑袋还装在颈簸上,这不叫砍头,叫巨头,巨头比砍头的痛苦,要添上几十倍,装有谭四同一体的棺材来到就近的法园寺,寺里的和尚声名大义,暗暗超度了一番,算是尽了民众的道义。 五,法园寺的老照片不多,我反复盯着百年前日本学者留下的这张老照片,不知当时为谭四同超度的和尚,是否和话中三人是九相识。 六,李敖在北京法园寺中,关于谭四同的死说了一番颇有见地的话,他们死的意义有更高的价值标准,这种标准,是人为自己的信仰而死,这就是意义。 可惜不久前,先生李敖也遇事长辞,世上又少了一个战士,李敖与谭四同,这是一个战士对另一个战士的怀念。 七,如今的法园寺,寺中最出名的海棠花早已凋谢,默默地在宣武门外西砖而胡同。 八,时往前朝人自老,魂来沧海鬼为雄,只连春色成南院,寂寞于花落就红。